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对于在百拳之城济南生活的人来说 喷泉其实并不是什么特殊之物 不过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座喷泉却显得极为特殊 它并非自然形成的 而是因为人类活动而意外产生的 它就是位于美国内华达州的非喷泉 非喷泉的形成 源于一次失败的地热井开发实验 不过虽然尝试失败了 但是地方的裂口处却喷发出了大量的水气 而这种间歇性喷发的状况也是非喷泉名字的由来 在非喷泉形成之后 人们曾经试图去研究这座喷泉的形成机理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它其实是火山活动中被岩浆加热的地下水 在急速的膨胀后喷发而出的现象 这种喷发过程极为猛烈 甚至有些类似于火山的喷发 只不过喷射而出的并非岩浆而是水气 这些水气在阳光的照射下 往往会折射出缤纷的色彩 而这也是它最诱人的一点 在非喷泉喷发的时候 水气其实并非是唯一的产物 人们发现地下的碱性物质 也随着水气的喷发作用 而被搬运到了地面 更有趣的是 这些碱性物质 最终会成为喷泉口的一部分 不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会不会被自己堵住 但事实上有一点最让人无奈 那就是这几座几乎可以被称为 人造喷泉的非喷泉 其实隶属于私人 人们如果想要近距离观赏这一器官 其实还需要喷泉主人的同意和允许 小伙伴们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非喷泉的名字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 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 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